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 我现在是在麻黑石门坎 昨天石门坎的茶笼说有两三棵古树可以采 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进来准备采茶 这里就是麻黑石门坎最核心的地带 去年我们做的麻黑石门坎古树 就是前面这块茶地挑采的古树 这里有很多非常大的石头 就像一座石门一样 石门坎的由来也就是因此而来 他们在上面采茶 我们先去看一下采茶 现在去采古树 哦,这棵茶叶发得好,可以采了 这棵你们两个要采多久啊 要采那么久啊,四十多分钟啊 发得很好,很茂盛 这个 这棵树应该是变异的小叶种茶 它的老叶片也是比较小 像这个芽头一长出来 它的嫩盛叶叶才这么点大 就没有芽头了 麻黑这边很多变异的小叶种茶 特别是像石门坎这边 所以石门坎的茶水路很细 比较阴,比较阴柔 石门坎这边有很多那种像柳叶的茶 柳叶茶它也是变异的小叶种 像这种茶就不是很好采 小叶种的茶都是不是很好采 这棵树已经采完了 采了两包 还有很多古树都没怎么发芽 像这棵刚刚打一点点芽包 去年采这棵还挺茂盛的 从早上八点到现在中午十二点 采了两棵古树 终于采完了 就这一杯楼 现在拉回家去尾雕 拉着鲜叶下山 回寨子里 现在我们到寨子里了 茶叶拿下来尾雕 撑一下有多少公斤鲜叶 还没出皮 没出皮吗 七斤 那应该没多少鲜叶 对 这个鲜叶一倒出来就特别香 等一下尾雕一下的话更香 一斤一 一斤一 五斤九 那有五点九公斤鲜叶 这个茶叶放在这里尾雕 下午就可以杀青了 鲜叶已经尾雕好了 可以杀青了 你们平时炒茶一锅是多少公斤啊 五公斤 五公斤是吧 刚好一锅 五点九公斤鲜叶 尾雕完了 就应该是差不多五公斤吧 开始杀青 今年的第一锅古树 石门砍古树杀青 这个茶应该会比一五其他茶好草一点 它杆子没那么长 它肯定也不是那么粗 对 肯不是那么粗嘛 不过今年天气会相对来说比较干一点 茶叶的含水量没那么多 特别是这个头彩的茶 所以相对来说又会更难炒一点 今年的第一锅古树一定要炒好 香气出来了 我们在杀青的时候 这个茶叶不要特意的去提香 杀青不能杀的太熟 这样有利于后期的转化 在杀青过程中如果火大一点 杀的时间长一点 抖动的比较多 特别是到后期 就会有点提香 但是那个盛放的话就没那么好 碳亮一下就可以楼碾 今天这一锅黄片少 刚好两波鸡茶叶 茶叶已经晒好了 等明天茶叶干了就可以尝鲜了 这个也是我今年做的第一锅古树茶 今天在麻黑石门坎挑采了紧紧发芽的两棵古树 刚好做一锅茶 其他的古树量产差不多要在清明节后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